第六百五十四集 夜晨听着黄湛天叙说那边的情况 渐渐的夜晨似乎有些不太想抹除黄湛天的思维 毕竟黄湛天在皇家地位不弱 出去雪陵秘境之后作用还很大 并且立下奴隶契约 但凡有丝毫背叛 就会瞬间被烈火焚烧神魂而死 所以也不用怕黄湛天背叛 好 守护所有道远镜黄家的人 夜晨带着黄湛天等六人直奔破天谷而去 破天谷中 几十位黄家天才汇聚在一块 同时还有林海宗乱枪门的真传弟子们都在这里 算下来足足有七八十人 林海宗真传大弟子 完颜破军坐在昂贵的蛟龙椅子上 一身道远镜九层的气息十分恐怖 相反跟着他的十二个师弟师妹 反而只有三人是道远镜 其余皆是虚王镜 十三人已经是林海宗目前在雪陵秘境中的全部站立 当然还包括在韩家已经被夜晨击毙了十多位虚王镜弟子 从这里便可以看得出林海宗的实力远远不如皇家 对面 乱枪门的弟子的战灵同样是道远镜九层 乱枪门此地的弟子足足有三十五人之多 却只有八位道远镜 其余都是虚王镜 两大派弟子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皇家的三分之一 战灵俯视黄武枪 神色冰冷 浑身萦绕着道道光环 宛若神人一般 他猛的一摞手中长枪说道 黄武枪 你不会太自以为是吧 将我们两派召集到这里 就为了抵挡叶士天一个人 他一个人能翻起来什么浪花 你之前说血灵族六人被叶士天击杀 我虽然感觉到了血灵族六位帝尊镜陨落的契机 但绝不可能是叶士天击杀的 叶士天进来的时候 不过小小虚王镜罢了 能逆天战你皇武枪都已经是奇迹了 还想要击杀六位帝尊镜 其中包括一位帝尊镜后期的强者 你再开玩笑吧 听到这句话 黄武枪眉宇间流转着一股冰冷的光彩 双目如若冷剑 浑身萦绕着道道冷雾 背后一道冰剑之道长达数十米 是属于他的独特的道 已经完美的道 道远镜九层天 道已经完美 已经可以逐渐蜕变 完全蜕变就能迈入帝尊之境 帝尊镜一层 都比道远镜九层强大很多 踏入帝尊镜后 每一层天都真正是一层天 相差极大 这也正是战灵 根本不相信叶士天 在虚王镜击杀高阶帝尊镜强者的原因 任谁也不可能相信 虚王镜九层天和帝尊镜之境 相差太大 甚至媲美仙凡之隔 忽然间 一道灵光 飞入破天谷中 汇入黄武枪腰间的玉佩 下一刻 玉佩暗淡不少 光泽不复从前的三分之一 黄武枪拿起玉佩一看 瞬息间脸色惨白 后退两步惊呼道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啊 怎么回事 蜿蜒破军神色一变 上前搀扶着黄武枪问道 到底怎么了 死了 黄武枪眼神迷离 言语道 定军山的人死了 死了这么多 一定是叶士天攻破了定军山 但是怎么可能啊 黄战天不是镇守在定军山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死器传回我这里 这么多的死器 至少死了几时啊 怎么会被攻破 定军山的人手 即便韩家和墨家宁家 一起合力出手 也不可能攻破定军山呢 皇家天才们 人人都有一枚生死玉佩 一旦人陨落 玉佩也会碎裂 其中的死器 便会朝着家族中年轻一辈 最强的几人发去 意在 让那几人 为战死的皇家天才复仇 但是一下子接到几十道死器 不由的吓得黄武枪神色骤变 脸色沙白 听到如此言语 皇家好几位道远镜八层七层的人 皆是神色异精 在看向破天谷之外时 树道红光略来 不由的拿起了武器 在场的三家势力 皇家四十人 林海宗十三人 卵枪门三十五人 合计八十八人 其中三位道远镜九层的领军天才 五位道远镜八层 七位道远镜七层的天才们坐镇 居然都还如临大敌一般 审视着天空飞来的红光 是破天少主 少主来了 不对 少主身边怎么还有一人 那家伙戴着面具 是夜市天 夜市天怎么也来了 无数道目光 看到戴着面具的夜晨 彻底镇住了 林海宗和乱枪门更别提了 乱作一团 纷纷持着武器 道道金歌之声响彻而出 一条条道运浮现而出 强横的血气翻滚不断 好似雄狮 却又像是毫无智慧的唇狗 而此刻的夜晨 眸子却是微眯 嘴角勾勒一道笑容 斩杀这么多人 他已经感觉到体内血龙的异变 如果再将这些人斩杀 恐怕体内的血龙会有惊喜给自己 轮回目的的大能多次强调过 最终轮回目的不会是在夜晨的底牌 最大的底牌 而是那条孕育的血龙 从江城到江南省 再到京城 乃至昆仑须 夜晨几乎杀出一条血路 无数血迹被血龙吸收 体内的血龙就好像会修炼一般不断成长 夜晨能感受到血龙今后的可怕 只不过血龙需要一个奇迹 化为实质 飞上九天的奇迹 夜晨的身体不断传来一道道龙吟之声 肉身更是有着噼里啪啦的声响 主人 这些家伙交给我 黄战天一步踏出 抱拳道 夜晨看了一眼黄战天 没有任何表情 只不过点了点头 黄战天得到了夜晨的许可 当即冲了出去 常见震荡山谷 上上下下威猛无皮 所有人 跪下 臭死 一声呵斥响彻扯山谷 把所有人都振蒙了 战天 你怎么跟在夜晨天身边 夜晨天杀了我们皇家天才弟子 黄武枪询问着手中玄铁战枪 流转褐色的光泽 一道道符文营绕枪身 光芒绽放而出 席卷了天阙 战意凛然 却不是最强状态 我自然知道 但是我已经奉夜晨为主人 你等若是不想死 还不赶快投降于我家主人 或许可以饶过尔等一命 黄战天这番话一出 山谷中众人直接炸开锅了 主人 谁也想不到 黄战天这种天才之辈 身份尊贵 竟然会把一个狂徒当成主人 夜晨天有什么资格 这简直是皇家的侮辱啊 不少皇家弟子破口大骂 黄战天 你不配当我们的少主 你居然任夜晨天当主人 我们的主人只有血灵族 你忘了长老告诉我们的话语吗 黄战天 你就是条狗 黄战天 你不配当我们皇家的人 狗 黄战天冷哼一声怒道 现在当狗尚且还有一条活命 不当狗连命都没有 主人公餐造化 你们能当主人的狗 也是你们的幸运 他挥动手中断剑 浑身流转金黄光泽 问道 我最后再问一遍 投不投降 当不当狗 黄战天 做梦 一道道剑气 枪刚越杀而来 微能恐怖 似乎是要取黄战天的性命 黄战天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劝说 如此语气 难怪被下面的人 群起而公之 黄战天一拳 打爆了诸多剑气 翻身一剑 朝黄武枪杀主 远处 叶臣手指掐绝 五位道元境七层的人形兵器 火燃杀猪 毫无感情 不知伤痛 完全不会后退和闪避攻击 直接杀入人群之中 不到一分钟 便已经击毙了 足足十位虚王境的 皇家天才 对于这些皇家的人 叶臣没有丝毫的怜悯 如果自己不利用 恐怕也是被血灵族利用 危害整个昆仑须 昆仑须有他爱的人 还有他的父母和亲人 叶臣绝对不会让昆仑须出事 叶世天 你强行收服皇家的人 太过分了 叶世天 你居然杀我灵海宗之人 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刹那间 蜿蜒破军 以及一位道元境八层天的强者 同时朝着叶臣出手 一轮剑雨激射而出 划过长空 犹如流星雨一般 璀璨燕然 却是带着无比强大的沙发之力 生生勾动了天地上下 引发出上百道 雷声呼啸而出 一轮概括天际的刀缸 从天而落 犹如银河跌落星辰一般 恐怖至极 这些人放在血灵秘境外 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有些人在苍穹榜上 更是有着不低的名次 每一招都是有着无上传承 不容小事 同一时间 各种武器 各种钢器 血气沙发而来 犹如千百星辰降落 单单余波 便将地面震得开裂 无数草木化作灰烬 犹如灭尸一般恐怖 四个人一起出招 还真看得起我 如果是以前 我可能畏惧几分 但是现在我想说 我的一枪 你们可有资格承受 夜沉面色不改 持着九幽士天枪 转身猛烈刺出一枪 枪间绽放冰蓝色的光泽 枪缸化作一条冰川 跃然而下 带着不可抵挡 摧毁万物的契机 轰然杀出 夜沉早就将林青玄 教他的破天三绝枪 融会贯通 随便一击 便能爆发出无尽枪翼 这也是踏入道远径的好处 剑道 枪道 都为道 九幽士天枪变化多端 生生刺猪 百道枪杠